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美国 美国同样也是全线下挫的一个格局 是一个收低的状态 那么具体来看 道琼斯和民均指数下跌0.13% 纳萨克综合指数下跌0.42% 和标普白指数是微幅下挫了0.04% 好 接下来马上关注到的是 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威尔 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早上主持人 周四美股继续消化美联储一期会议的决议 以及新公布的三季度GDP数据 周三美联储发布鹰派的汇后生命令市场 感到意外特别是其中 点名考虑12月份加息的可能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商务部公布美国上季度GDP增速 从二季度的3.9%滑落到1.5% 也不及此前预期的1.6% 其中库存创下2014年一季度以来的最差记录 是拖累GDP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 美国GDP总量达到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支出 上涨3.2% 国内需求的增加可能会成为 美联储在12月加息的一个重要考量 而在财报数据方面 时代华纳有限盘前公布 美股盈利1.62美元 教育期好处5美分 营收也符合预期 Charter Communications对时代华纳的 有限的收购是依然在进行当中 而该公司的用户订阅数字上季度 也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 时代华纳有限上涨3.7% 而GoPro在隔夜盘后公布的财报 美股盈利较预期差了4美分 营收同样也不及预期 新系列的可穿戴相机的销售不如预期 GoPro的股价大跌15%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 有关于市场上面的一些观点的汇总